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这期继续分享《黑车司机》第169篇 形势比人强,自己现在自身难保,忧国忧民的事已经轮不到他操心了 所以虽然看着莫小于那张令人憎恶的脸,可是他也是毫无办法 我说过,你和我合作,我会保证你和你家人的安全,就像是小野剑太郎一家一样 在这里生活得不是很好吗?他们家也是被石田阳亭追杀,而你,现在也是,忘了告诉你 你的两个女儿在菲律宾旅游时被人追杀过,不过因为我的人保护及时,才没有出事 你要是不配合,我真的不敢保证下次会怎么样 莫小于说道,白鹿都不知道这些事,看着莫小于说的和真的似的 也不知道这家伙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看他的样子,很像是真的 合作可以,我可以配合你,但是我要同我的女儿通电话,我要见他们 山本五十七说道 现在不可能,我要先去把石田阳亭派来的人宰了,再来料理你的事 总是要有个先来后到吧 莫小于说道 莫小于和白鹿一起出了山本五十七的房间 莫小于对白鹿说道 这个老家伙很顽固,必须要看好他 如果实在不行,宁可杀了他,也不能让他落到了石田阳亭的手里 现在急的是石田阳亭,而不是我们 我知道,关于他女儿的事,你刚刚说的是真的 白鹿小声问道 不是,他们都在北京呢 莫小于说道 你,白鹿刚刚想要说什么时,手机响了 一看是个国外的陌生号码,很像是香港的 莫小于开始时,还以为是仇天刚打来的呢 喂,哪位? 莫小于问道 莫小于,老朋友,好久不见了 自从你从日本逃走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你了 不如你来香港,咱们见个面,谈一谈,如何 石田阳亭问道 石田,你在哪? 莫小于问道 我在香港,在酒店里 怎么,你不信? 你在哪都和我没关系 你有事说是吧 找我干啥,我和你有啥好谈的 莫小于说道 你把山本五十七骗到中国去 你以为山本五十七是万能的吗? 没有图纸,他一样什么都研究不出来 这样有意思吗? 不如你把它还给我 咱们合作,怎么样? 石田阳亭说道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些所谓的黄金 反正我也得不到 不如让你也得不到 这样我觉得很有意思 莫小于说道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实在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做出来的 你我合作 相互有利 多好 石田阳亭说道 合作可以 你把羽田爱交给我 这娘们把我气死了 你把她交给我 我就把山本五十七交给你 怎么样? 莫小于问道 这样的交易没意义 你我都明明知道 羽田爱的价值 远远比不上山本五十七 这样的交换 显然是没有诚意的 对不对 如果你把山本五十七放了 我可以保证 再给你十名和羽田爱一样的日本女人 如何? 呵呵 老石田 你明明知道 我看中的不是色 是因为羽田爱差点把我杀了 我找她是想要报仇 我都已经想好了折磨她的办法 至少有几十种 我一刻找不到她 你也就别想找到山本五十七 莫小于置地有声地说道 莫小于 虽然你现在在中国 是你的主场 但是一旦你惹火了我 我一样会让你难以承受我的报复 石田阳平开始威胁莫小于了 我等着你 我看看你在中国到底隐藏了多少日本鬼子 实话告诉你 在唐州的城区和郊区 大批的警察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你来呢 看看是你藏的人多 还是中国的警察多 莫小于毫不示弱地说道 石田阳平一下子沉默了 因为莫小于说的是对的 你就是有再多的人 你这是在别人的地盘上行动 处处都是被动的 所以这么对莫小于的威胁是没有用的 这样吧 你我做个交易 你说个条件 我还是要山本五十七 如何 石田阳平妥协了 问道 好 你们日本驻唐州领事找过我 估计现在应该被中国政府训斥了 他向我要丧乱贴 我说可以 把你们在中国国安内部的钉子交给我 他做不了主 请是主子去了 我不要求你做这么高难的动作 你帮我查一件事 这是应该是很简单的 对你来说 莫小于说道 你说 什么条件 石田阳平问道 我有个朋友叫白鹿 是你的老对头了 你该不会忘记吧 我想要知道 他的父母当年在日本是出了什么事 现在如何了 我想知道详细的资料 这不算是难事吧 莫小于问道 我可以尽力 但是我不能保证一定会有消息 石田阳平说道 无所谓 我等你的消息 另外 在香港注意安全 鸿门的人也很恨你 莫小于说道 谢谢 你等我的消息吧 石田阳平说完挂了电话 挂断电话 白鹿看向莫小于 问道 你觉得他能知道我父母的消息 不知道 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 他查这些东西 也是需要时间的 等到他查完了 我这边也可以把羽田爱收拾利索了 依依 跟我走吧 你在这里好好看着 实在不行 就杀了山本五十七 这种货色 不能再落到石田阳平手里 为他所用 莫小于说道 我知道了 你们小心点 白鹿说道 莫小于带着顾依依出了门 但是却不是朝着绝爷的宅院而去的 顾依依说道 阿哥 方向走错了吧 没有 从绝爷的家里有一个地道 可以直通另外一处院子 那是绝爷为了逃脱才设计的 我们从那里进去 在院子里等着羽田爱他们上钩 他们肯定想不到 我已经到了宋城了 莫小于说道 原来 你早就准备好了呀 我怎么不知道 有个地道可以出入 早知道 我们就不用搬出来了 顾依依说道 那不行 他们都有枪 一旦动枪 你们就会很被动 到时候就麻烦了 我可不想你们任何人受伤 莫小于说道 没事 他们到不了屋里时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到了屋里 还有更厉害的东西等着他们呢 他们只要是赶来 那些蛊虫就赶吃了他们 顾依依说道 我觉得 你还是好好研究一下 羽田爱的酱头 为什么被解掉了 你还记得酱头王吗 那时候他就找来了 多危险 那一次 要不是我师父明正大师 我们就都完了 莫小于说道 我正在研究 但是这样 看不到摸不着的 很难研究出来 我想 要是这一次能抓到羽田爱 你把它交给我吧 我好好研究 一下这个女人到底 是怎么回事 顾依依说道 好 如果不把这事解决了 我担心 我们时刻都会被暗算 尤其是他们 根本不知道这事 而且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 我就更担心他们的安全了 莫小于说道 嗯 我知道 我尽力 顾依依叹叹口气 说道 莫小于带着顾依依 进了一家 看起来很破败的院子 找了半天才找到入口 打开以后 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莫小于和顾依依 在洞口等了很久 这才下去 这么黑呀 忘了带手电了 顾依依说道 你抓住我的衣服 我让你低头就低头 脚下应该没问题 跟在我的后面就行 莫小于说道 好在这里是地道 外面还很热 但是这地下却阴凉得很 俩个人走了好一会 这也不知道 绝业当时修这个地道 花了多少钱 总之是走出了 他的宅院所在的街区 就算是有人来围捕他 他也早已从外围逃之夭夭了 莫小于在地洞里 看得很清楚 所以脚下走得也快 生怕呆的时间长了 缺氧就麻烦了 顾依依紧紧跟在 莫小于的身后 牵着他的衣服 直到到了一处台阶处 莫小于小心地上了台阶 听了听外面的动静 这才推开机关出了门 这是那个黑洞洞的房间 我从来没进来过 原来这里是地道的入口 顾依依说道 一般人是想不到的 但是当年绝业从这里逃走 依然被小野剑太郎带来的人堵住了 小野剑太郎应该知道这个地方 要不然当年怎么那么准地堵住了绝也呢 莫小于自言自语道 阿哥 你的意思是小野剑太郎也有问题 顾依依问道 不知道 但是不能不防 你守在这里 我出去看看 莫小于说道 不 阿哥 你守在这里 我出去看看 我不值得那些 蛊虫我好控制 而且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对方是不是在周围了 他们看到我 就会认为 我们都还在这里呢 但要是看见你 他们可能 就不敢再进来了 或者是采取更加激烈的方法 顾依依说道 莫小于想了想也对 就不再坚持了 只是让顾依依要小心 此时 在不远处的一处房顶上 一个人用狙击步枪 观察着院子里的一切动静 而羽田爱 则是在房子下面底 院子里打着电话 她在接受石田阳亭的指示 嗨 羽田小姐 屋顶的狙击手 朝着羽田爱打手势 事宜院子里有动静了 但是羽田爱不为所动 因为任何事都没有石田阳亭的通话重要 她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击毙顾依依的机会 等她打完了电话 爬上房顶时 顾依依依已经走到了房门前 而羽田爱接过了狙击步枪 从狙击步枪里看到了顾依依时 虽然瞄得不是很准 她依然选择了开枪 而此时 房门关上 子弹击中了门板 莫小于吓了一跳 急速出来 看到了蹲在地上的顾依依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莫小于问道 没事 差一点 打在门上了 顾依依说道 他妈的 他们这是疯了 莫小于躲在门后 把顾依依拉了过来 保护在怀里 躲到了那个黑暗的房间里 从现在开始不许出去了 他们敢开枪 这就说明 他们是要真的动手了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们 这些混蛋 让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莫小于恨恨地说道 大家都在等着天黑 石田杨平给予田爱的答复是 和莫小于的最后谈判失败 不再寻求把山本五十七带回来 如果是不可为 可以就地 把山本五十七斩杀 不能留给中国人 你不该开枪的 这下就惊动他们了 他们很可能会提高了警惕 狙击手说道 你这是在教训我吗 这里是我在指挥 不用你多嘴 宇田爱说道 对方感到很无语 他只是说了一句质疑的话而已 但是没想到 宇田爱的反应这么大 他不知道的是 宇田爱有多恨过依依 就是这个小丫头 给自己下了降头 让自己成了一句行尸走肉 不知道干了多少违背自己意志的事 别的不说 单单是和莫小于发生了多少次关系 这都是自己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发生的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宇田爱等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们还不知道 莫小于也到了这个地方 而且 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在这里守卫着山本五十七 这都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早已下了决心 遇到除了山本五十七以外的人 就是一个字 杀 所有的枪都按了消音器 包括屋顶上的狙击枪 要不是早已按了消音器 宇田爱那一枪早已惊动四林了 所以这一次 他们更加地小心了 狙击手依然在屋顶趴着 他负责提供火力支援 而其他的三个人 包括宇田爱 则要翻过围墙 侵入到院子里 千万不要出去 我觉得 不该把那些蛊虫都布置在院子里 因为我怕没办法出去 那个狙击手还在呢 莫小于说道 我可以把他们都换回来 顾依依说道 莫小于点点头 看看天色 把人放到屋里来打 是最好的手段 这样可以避免出去后 被狙击手远距离射杀 顾依依从屋里的绿植上摘下了一片叶子 放在唇边开始吹了起来 莫小于并未听到她吹出任何的声音 但是却听到了院子里稀稀锁锁的声音 进而黑压压大批的蛊虫爬向了房子里来 而此时 宇田爱等人刚刚开始攀爬围墙 如果再晚一会 他们可能就在院子的外面葬身重复了 宇田小姐 怎么会这么安静呢 其中一个人说道 走 去那个房间 他们可能早有警惕了 大家都小心点 看着点脚下 如果有虫子 一定要尽快地离开这里 那些虫子可是会吃人的 宇田爱说道 他对自己的同伴 在英泽集团的大厦里 被吃掉的是耿耿于怀 眼看着他们被一点点吃掉 那是一种什么概念 给他心灵的震撼到现在都难以消除 但是接下来给他的震撼 却是一辈子的 他们直奔顾依依消失的那个房间而来 他们认为 既然顾依依是躲在这里呢 那么山本五十七等人 很可能也是在这里的 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门口 其中一人一脚踹开了门 雪亮的手电照射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却没发现顾依依的踪迹 他们都进了房门 但是此时其中一个人 感到自己的脚有些疼 用手电一招 顿时魂飞天外 自己的腿上爬满了蛊虫 剩下的人也是一样 包括与甜爱 依依 与甜爱不能杀 墨小鱼在地道里提醒着顾依依 她已经听到了外面的惨叫声 说道 我知道 顾依依说着 再次吹起了嘴边的树叶 虽然外面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但是好在墨小鱼没有听到与甜爱的叫唤 她不是不想出声 而是吓得根本不敢出声了 其他两个人早已尸骨无存 但是她却只是被一大堆的虫子包裹着 不但是虫子 还有蛇 蝎子 等等 但是这些虫子对她是为而不吃 此时顾依依出来了 蹲在与甜爱的身边 说道 把外面那个狙击手叫进来救你 否则的话 我会让这些虫子咬你 但是不吃你 你信不信 其痒无比 到时候你自己就会挠 把自己挠成一个丑八怪 你的每一个指甲缝里都是你的肉丝 你说那爽不爽 顾依依 我要杀了你 与甜爱恨恨地说道 顾依依摆了她一眼 嘴边微动 上千只的虫子 开始了对与甜爱的叮咬 与甜爱这下终于发出了凄厉的尖叫 救我 救我 狙击手一直都在瞄准那间房屋的门口 可是一直都没看到有人出来 在耳机里 她听到了自己同伴的惨叫 而当与甜爱也发出了求救声时 她再也忍不住了 连枪都忘了收起来带走 直接下了房顶 逃之夭夭了 她可没有勇气 把自己的性命丢在这里 所以 尽管与甜爱叫得凄惨 她跑得也就越快 跑到大街上打了一辆车 直奔唐州而去 看来 我来这里是多余的 有你一个人 完全把这事就给办了 墨小鱼此时走出来 蹲在与甜爱的对面 却是对顾依依说道 不是的 阿哥在我身边 我才有胆子 顾依依笑道 你想怎么样 与甜爱在疼痛之余 看着墨小鱼 问道 我也想问问你 在你进这个院子之前 你在哪藏着呢 在唐州 你到底躲哪儿了 我居然没找到你 墨小鱼问道 你以为我会说吗 与甜爱咬着牙问道 墨小鱼没支声 摆摆手 顾依依又开始吹起了 无声的哨声 也许只有这些虫子 才知道什么意思吧 与甜爱在地上翻滚着 可是她的衣服里 以及脸上 都排满了 蛊虫和毒虫 这一次 她再也没有力气 和墨小鱼斗嘴了 这可能是她遭遇到的 最大危机了 因为她现在 连死的心都有了 不要 不要再折磨我了 杀了我吧 墨小鱼 有本事你杀了我 求你 杀了我 与甜爱只有进的气 没有出的气了 故意依此时 才停止了催动蛊虫 对她的折磨 我敢保证 石田阳平这一次 是彻底把你放弃了 不然的话 不会让你到中国国内 这么危险的地方 来执行这样的任务 明明知道不可能 还让你来送死 这不是找死吗 墨小鱼问道 说吧 说了就不杀你 也不再折磨你了 这些毒虫所咬的伤口 会在几分钟后发作 到那时 你会养得受不了 我见过最惨的 是把自己腿上的肉 都挠光了 可是 只要是有神经的地方 还是养得厉害 只有只剩下骨头了 才会不养了 你受得了吗 顾依依问道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不会说的 我是不会背叛石田先生的 与甜爱说道 墨小鱼伸手摸了一下 与甜爱的头发 轻声说道 我是多么喜欢 那个被降头控制的女人 但是现在来看是不可能了 她已经死了 所以 你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喜欢听话的女人 杀了我 谢谢你 也不枉你我有过关系 与甜爱气喘吁吁地说道 我是想杀了你 但是依依说 你还有用 她想在你的身上 找到那个 为你解了降头的人的线索 你还要当一回试验品 至于她怎么利用你 我也不知道 依依 她交给你了 我出去看看 那个开枪的人去了哪里 墨小鱼说道 墨小鱼出去后 也没有感觉到 这里还有危险 在院子里 看了一圈后出了门 夜色里的小巷宁静自然 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墨小鱼又回到了那间房子 她这是怎么了 墨小鱼进了房门 看到与甜爱已经开始在撕扯自己的衣服了 还在不停地挠着自己的身体 冲突开始发作了 怎么办 就让她这么挠下去 很快她就不成样了 顾依依说道 墨小鱼上前 一个掌刀打在了与甜爱的脖子上 立刻停止了扭动和撕扯 你自己在这里行吗 我回去看看 墨小鱼问道 可以 应该不会再有人到这里来了 我把这些蛊虫都布置到外面去 你回来不怕 他们进来之前和我说一声 别误伤了他们 顾依依说道 好 她就交给你了 好好研究一下 看看她的酱头是怎么解的 不然将来出去了 我们还得面临这个对手 如果找不出来制服对方的办法 我们是不敢再出去了 免得成为别人的猎物 抽个时间 还要和陈法师通个电话 邀请她到中国来一趟 她在东南亚 毕竟是见多识广 墨小鱼说道 嗯 天亮了后 我和陈法师联系 看看她有时间来内地吗 顾依依说道 交代完后 墨小鱼从大门处去了 在附近搜寻了一圈 终于在一处房顶上 找到了开枪的位置 枪都没有带走 这把枪被墨小鱼 取走带了回去 在这个院子里 再也没有找到可疑的地方 因为这家人 根本没有人在这里住 顾依依出门咬了一盆水 回来倒在了羽田爱的身上 羽田爱一会就醒了过来 睁眼看到了顾依依 但是墨小鱼不见了 刚刚是阿哥把你打晕了 生怕你把自己挠残废了 但是这对我来说是好事 你残不残和我没多大关系 我只是想看着你是怎么死的 这样我就可以报仇了 刚刚那一枪是你开的吧 顾依依蹲在地上 看着你水中的羽田爱 说道 墨小鱼呢 他走了 去看看山本五十七死了没有 我们做好了准备 只要是这里守不住了 就会把山本五十七杀了 所以无论你们来多少人 我们都不怕 要死大家一起死 顾依依说道 把他叫回来 我要见他 羽田爱的嗓子刚刚叫唤时 都叫得哑了 此时在黑夜里 听起来显得异常的恐怖 顾依依起身去打开了灯 这样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羽田爱浑身被咬得浮肿不堪 整个人看起来胖了很多 就连俊俏的脸 看上去都显得胖了一圈 他躺在地上不能动弹 浑身扫痒得厉害 但是顾依依显然是不愿意放弃 任何一个打击他的机会 他拿来了镜子 放在了羽田爱的面前 看看你现在的丑态 你以前还能凭借自己的美色沟 引阿哥 但是现在呢 阿哥看到你这样的丑态 还会喜欢你吗 你要是求我 可以先让你止痒 然后再慢慢地 把你身上的余毒去掉 你才可以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否则 只要是你身上的余毒不消 你就会一直是这样子 再也好不了了 我每天都会让我研究出来的 蛊虫咬你 试试它们的毒性 以前这可都是用 其他的动物来实验的 有了你这个人体标本 我感觉要好很多了 故意依恶毒的样子 让羽田爱内心里 感觉到了绝望 你还是杀了我吧 羽田爱说道 不可能 在进这个院子之前 你想怎么死都可以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现在 你想死都难了 我是不会让你这么快就死了的 可以这么说 我不让你死 你是没有能力死的 不信心你 可以咬一下自己的舌头 你试试你还有力气吗 顾依依说道 羽田爱真的试了试 她发现自己的力气 连咬舌头都咬不动了 这间房子本来也没人住 从今天开始 就是你的安身之所了 你会在这里吃喝拉撒 我相信 用不了多久 这就会像猪圈一样了 你知道 中国古代有一种东西 叫做人质吗 顾依依问道 羽田爱不知道 也不想回答他 人质就是把人的四肢都锯掉 只剩下这一段躯体 我会说服阿哥 同意我把你培养成一个人质 到那时 我的实验就更加的好做了 也不用担心 你会伤害我 你说好不好 顾依依的样子 让羽田爱感到恐惧 她虽然恨顾依依 但是还不知道 她居然这么的狠毒 自从莫小鱼和顾依依出去之后 白鹿就一直处在最紧张的状态 一来是担心 莫小鱼和顾依依的安危 二来还担心 这边会受到敌人的攻击 双重的压力之下 白鹿对每一点动静都反应过度 当莫小鱼回来后 白鹿直接摊坐在了椅子上 看着莫小鱼不断地喘着粗气 你这是怎么了 至于吗 莫小鱼上前安慰她道 我是担心你们那边出问题 没事了吧 依依呢 白鹿问道 在绝业的宅子里呢 她没事 抓住了羽田爱 估计她现在正在折磨羽田爱吧 莫小鱼说道 折磨羽田爱 你不心疼吗 心疼个屁 在唐州时差点要了我的命 原来她被降头控制 那么乖巧 给了我一个错觉 那就是我忽略了她 其实也是个杀人机器 一旦恢复了程序 她一样是会杀人的 莫小鱼说道 嗯 还不错 还没有到豁出命的程度 还剩下了点理智 白鹿说道 可是对于你 我是没有了理智了 豁出命也在所不惜了 莫小鱼说道 你真的有这么好吗 我猜不信呢 走吧 去见见山本五十七 她肯定没睡着呢 还在等着有人来救她吧 白鹿说道 白鹿猜得一点都不错 山本五十七 听见有人推门 立刻坐了起来 白鹿打开了灯的开关 看着山本五十七 抱歉地说道 实在是不好意思 山本先生 来救你的人都被杀了 这下你是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还有就是 他们还有个人落到了我的手里 叫羽田爱 你一定不陌生吧 其实我和他更熟悉 因为我和他曾经是情人关系 只是后来他背叛了我 明天你们就可以看到背叛者的下场了 山本五十七一言不发 因为说的再多都是无用的 墨小鱼来这里就是来示威的 而自己只能听着 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不能在这里待很久 要马上赶回到唐州去 那些领事馆的狗发现我不见了 现在肯定到处找呢 那个院子里有顾依依就够了 这里你守着 我回去后让小飞花来 你们三人在这里 我就放心了 墨小鱼说道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 白鹿问道 暂时不要回去了 那里也不安全 再等等吧 墨小鱼说道 回到白鹿的房间后 墨小鱼抱住白鹿 他期待着墨小鱼的进一步思念 可是墨小鱼却正经地说起了事情 这让白鹿心里像是伸出了一只小手 在自己内心里挠啊挠的 墨小鱼好像是故意的 只是对他进行着一般性的骚扰和亲密 但是再无其他的动作 你再这么折磨我 我就宰了你 白鹿回头对墨小鱼说道 墨小鱼这才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不动是不动 可是一旦动起来 就没人能够阻挡他了 当墨小鱼施展了自己的十八般武艺 把白鹿彻底送上天之后 他还没有得到满足 此时的白鹿已经是连连求饶了 墨小鱼放开了他 身无寸缕地走出了院子 迈向了小野百合的房间 因为这里的院子不够大 小野百合是和他的父母一起在一间屋子里的 中间是隔着的一道薄薄的复合板墙壁 一点都不隔音 平时他父亲打呼噜他都能听得见 百合 百合 墨小鱼推开门叫了几声 小野百合立刻答应了 墨小鱼走到床前 还没等小野百合醒过神来 他已经被墨小鱼抱起来 去了白鹿的房间 小野百合睁开眼 适应了电灯的光线时 在床上发现了白鹿 而他此时也躺在了白鹿的身边 恐无有力的墨小鱼 很快就让小野百合意乱情迷 闭上眼 享受着这久违的一刻 他发现 现在要想和墨小鱼进行这样的活动 是越来越难了 所以他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 讨好墨小鱼 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给墨小鱼留下好感 争取能让他对自己念念不忘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一起睡到了大天亮 他是被院子里打水的声音吵醒的 起来一看 是山本五十七在打水洗漱了 再看看床上的小野百合和白鹿 墨小鱼穿好了衣服 将白鹿叫醒 自己该走了 还得再去绝夜的老宅 看看顾依依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再回来 白鹿问道 很快 你看好山本五十七就行了 百合 替我照顾好这两位姐姐 我随时都会回来看你 墨小鱼坐在床边 一双大手肆意地在小野百合 青春稚嫩的身体上游异着 我会的 谢谢你 小野百合羞涩的一笑 墨小鱼从地道里回到了绝夜的老宅 一出地道门 就听见了顾依依在和羽田爱说话 谁 顾依依还是很警觉的 听到了动静立刻问道 是我 怎么样了 说了吗 墨小鱼问道 没说呢 哭着喊着要见你 不知道见了你会有什么话说 你来了 问问他吧 顾依依闪开了位置 把座位让给了墨小鱼 我靠 怎么成这样了 墨小鱼惊讶地问道 原来羽田爱的身材 看上去也不过是一百斤左右的样子 条很正 但是现在 哪还有条啊 这就是一摊肉啊 看上去没有三百斤 也有二百五十斤 他身上有很严重的虫毒 要是不解掉虫毒 他可能还会肿下去 到最后像鲸鱼一样 把自己给撑爆了 顾依依说道 把自己给撑爆了 你是说 这种虫毒 还能产生气体吗 墨小鱼回头问顾依依道 我也不知道 我这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说了 他只要是说 我想知道的事 这就没事了 他不听 那就等着自己爆炸吧 顾依依说道 你这是准备和谁过不去呢 受罪的是自己 你现在多么忠心 你的主子都看不到了 石天阳亭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啊 绝情 寡恩 对你啥样 你心里没数啊 墨小鱼说道 墨小鱼 你我也算是相识一场 而且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还占了我不少便宜 看在这些事的份上 杀了我 我会很感谢你的 我不要在这个女孩手里 她是一个恶毒的女孩 她会折磨死我的 宇田爱说道 你说了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而且你离开石天阳亭 好好跟着我 我也不会亏待你 你说呢 墨小鱼问道 你想知道什么 宇田爱问道 从公交站下车后 你去哪儿了 谁接应你的 墨小鱼问道 宇田爱不吱声了 墨小鱼叹口气 说道 看来你真是个忠心耿耿的战士 好吧 你在这里好好享受吧 我先走了 什么时候想起来 然后再告诉我 别 我说 这就对了吗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一一 给他录音录像 不定期传给我 我先走了 墨小鱼说道 好 我知道了 保证会把他治好 死不了 像这样的女人这模样 这身条 卖到山西 肯定是个好价钱 行了 你别再吓唬他了 墨小鱼说完 离开了房间 打车向唐州方向前进 杨燕妮带着人在郊区 接到了墨小鱼 按照宇田爱的交代 杨燕妮带着警察和国安的人 在果园里将那个果农 摁在了地上 随后对这里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发现了这处藏在郊区果园里的安全屋 地下不但什么都有 还有不少的枪支弹药 你找到那个人了 杨燕妮在一旁小声地问墨小鱼道 找到了 你得保密 否则我以后再也不和你合作了 这次的功劳要给予奖励吧 墨小鱼问道 你想要什么奖励 杨燕妮问道 我想要你一天的肉体 完全归我支配 怎么样 墨小鱼调笑道 就怕你撑不了那么久 杨燕妮说道 去英泽集团的顶楼 上一次好多东西都没用过呢 你有经验 咱们去好好玩玩 滚 杨燕妮送给她一个白眼 差点就要掏枪了 石田阳亭脸色阴沉地坐在窗前 看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港 一时间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 羽田爱很可能已经死了 这是逃脱的人告诉她的消息 他们进了房间 甚至都没有看到对方的人影在哪里 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惨叫 后来的事她就不知道了 她还听到了羽田爱的惨叫 这很可能是被对方的蛊虫给杀死了 一直以来 羽田爱都是她最得力的助手 对她的照顾也很周到 自己的日子所剩无几 自己心里明白 她就是想要借助这次的行动 让羽田爱崭露头角 以便把羽田爱推荐给上面的人 也好在金百合计划里有自己的人 也不枉自己培养羽田爱多年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羽田爱死了 那么自己这么多年的培养 都成了一场空 给我接通二先生 石田阳亭对一旁的助手说道 助手很快把电话拨通 将听筒放在了石田阳亭的耳边 石田阳亭开始用英语通话 二先生 实在是对不起 打扰你休息了 我确实是有重要的事要请教您 石田先生客气了 请讲 我出大价前 能不能请二先生出山 到中国走一趟 石田阳亭问道 石田先生 我说过了 我这一生 仇敌变天下 我是不会离开菲律宾的 如果对方到了菲律宾 我可以出面 为石田先生解决问题 但是 离开菲律宾 我是不会出去的 再多的钱 也要有命花才是 对吧 二先生很坚决地 挽拒了石田阳亭的邀请 那打扰先生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可惜的是 我那个被你解了降头的徒弟 这次遭遇不测 可能不再人世了 石田阳亭悲伤地说道 你说的是羽田小姐吗 二先生问道 对 她去中国执行任务 但是到现在 音讯全无 据和她一起去的人说 他们是被蛊虫控制了 凶多吉少 石田阳亭说道 可是从我这里 感觉到羽田小姐还没死 但是正在遭遇苦难 恐怕一时半会时 不能脱身了 再说了 我见过羽田小姐 她不是短命的人 石田先生不用太多担心 可能过段时间 她就回来了 二先生说道 二先生 你说的是真的吗 石田阳亭惊喜地问道 暂时来看是这样的 这是挂像的表现 二先生 谢谢你 这我就放心了 石田阳亭说道 挂了电话 石田阳亭立刻联系 还在唐州的剩下的人 让他们再次去送城一趟 不惜代价 也要获得羽田爱的消息 最好是能将羽田爱就出来 我觉得你们该为我提供保护 唐州领事馆的走狗们 一直都在跟踪我 虽然他们没有 对我造成什么危害 但是这种方式很让人恼火 莫小鱼坐在警车里 对开车的杨燕妮说道 你还用我们提供保护吗 你自己也可以把他们都收拾了 我们在插手 不是耽误你的发挥吗 杨燕妮讽刺道 不能这么说 你们人民警察不保护我 那是独职 再说了 你们不出头 他们以为你们是软蛋呢 一遇到外国人就是软蛋 这种崇洋媚外的毛病 啥时候能改一改 莫小鱼不满地说道 哎 说话注意点 你说谁软蛋呢 杨燕妮不满地说道 莫小鱼看看后面的车离得挺远的 伸手搭在杨燕妮的肩膀上 一只手不老实地摸到了她的关键位置 你想干什么 老实点 把你的爪子拿回去 杨燕妮说道 你不是说你不软吗 我摸一下试试 到底软不软 这不是挺软和的吗 还很有弹性呢 莫小鱼无耻地揉了半天 杨燕妮一边开车 一边躲避她的骚扰 汽车开成了S型 后面的车急按喇叭打大灯闪他们 局长疯了吧 后面车上的人说道 闭嘴 让局长知道了 把你小子给开了 靠 以后再见到车上那小子 要么离远点 要么是热情点 局长这是要绽放第二春啊 据说这小子是艺术学院的学生呢 咱们局长这口味啊 爱好小鲜肉啊 我都说了 让你们闭嘴 有本事当着局长的面具说 让我看看你们的胆子 开车的队长不满地说道 前面的车好歹是恢复正常了 莫小鱼也老实了 看着杨燕妮只想笑 我看你就是欠揍 不分场合 我那些下集 该怎么看我了 杨燕妮摆了莫小鱼一眼说道 爱怎么看怎么看 想看的都过来看 我看哪个赶过来 莫小鱼说道 没正行 对了 那个谁 没晕晕的饭店开业 我可以自己送个花篮 但是公安局的祝贺条幅不许挂 那成什么了 胡闹吗 杨燕妮说道 我看着很多的企业开业时 都挂满了条幅吗 工商局 税务局 公安局 都挂着祝贺条幅呢 你们怎么不能挂 那都是个人瞎挂的 你也不想想 政府单位 怎么可能为一个企业 挂什么条幅吗 反正不许挂 你别让我为难 我和你的事 我不想让人知道 你也给我老老实实的 不要乱来 杨燕妮说道 好吧 不乱来 白天可以不乱来 晚上可以吧 莫小鱼说道 我发现 你就是个流氓 说不了三句话 就开始吓到 胡说八道 杨燕妮说道 就在石田杨萍 为雨田爱 没死感到高兴时 一个电话 把她的兴奋 打到了冰点 石田 你的人可能被抓了 我知道 正在组织营救 营救 你想有更多的人 再进去吗 刚刚得到消息 我们在唐州郊外的安全屋 被端窝了 而这几天 只有你的人去过那里 你怎么解释 什么 石田杨萍一愣 只有一个解释 你的人被俘 供出了和他有关系的 一切线索 那个安全屋救了他的命 但是他却出卖了安全屋 石田 这样的人 还有必要再为他搭进去 更多的人力物力吗 石田杨萍听到这句话 立刻愣住了 他没想到 宇田爱会这么不堪一击 自己还想着去救他 然后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现在看来 即便是就回来 国内组织的人 也不会再让他进入到组织里来了 毕竟 背叛会成为一种习惯 我知道了 即刻撤回营救人员 石田杨萍说道 石田 组织里很多人认为 对你太纵容了 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是组织还没有看到多大的成效 倒是你的人 一再地出问题 这是不能容忍的 你明白吗 我知道 我会尽力 把这件事办完 请再派其他的人来吧 我已经尽力了 而且 我的身体也撑不住了 我不想让帝国的事业 葬送在我的手里 石田杨萍叹口气 说道 很好 你有这种自知之明很好 挂了电话 看着窗外的海景 自己也许真的该退下去了 羽田爱的背叛让他备受打击 而且问题是 羽田爱知道的太多了 一旦羽田爱真的背叛了 那么关于金百合计划的很多事 都可能被泄露 好在是金百合计划经过修正后 各管一谈 他这里只是海外的很小一部分 而羽田爱也不可能将所有的事都告诉对方 联系奔赴宋城的营救人员 计划改变 不必营救了 就地处决吧 石田杨萍无奈地说道 羽田爱还不知道 自己被自己的恩师下了死刑通知书 他此刻正在喝顾依依给他制作的草药 苦得那叫一个心肝肺都疼啊 你这不会是专门要害我的吧 羽田爱喝了之后 问顾依依道 你以为呢 我要是想要害死你 根本不给你治疗不就完了 干嘛费尽巴力地给你熬药呢 来 再来一碗 这一碗是消肿的 顾依依说道 羽田爱不得不再接过来 一饮而尽 强忍着恶心 因为这一碗药 不但苦 而且腥臭难闻 喝完之后 他慢慢地端起一杯水 输了数口喝下去了 他的身材已经浮肿得 难以很迅速地干一件事了 一切都是那么慢吞吞的 你说 你们的人还会再来救你吗 顾依依蹲在他的面前 看着他 问道 羽田爱不知道 他是真的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被放弃了 我猜呢 那些人还会来 不过 他们见了你这样 他们就要绝望了 因为这样的你 是救不出去的 结果会怎么样 为了保密 他们很可能会对你灭口 顾依依说道 不 不会的 羽田爱摇摇头 说道 他不信石田阳亭对他灭口 以前自己数次落到了墨小鱼的手里 自己也没有被放弃 这一次也一定不会 墨小鱼回到唐州时 去了公司 看到了走廊的廊道里 站着几个人 而小飞花也在走廊里 看到墨小鱼后 眼睛里透露着欣喜 怎么不进去 墨小鱼问道 那个人在这里站了一天了 我看他们没安好心 这里的办公室有好几件 你让我在哪个办公室待着 小飞花说道 他们是什么人 墨小鱼问道 不知道 过来了几次 都被我赶走了 一言不发 就这么站着 小飞花说道 墨小鱼看了看那几个人 很面熟 看起来很像是在哪里见过 墨小鱼摇摇头 带着小飞花 回了苏菲的办公室 你回来了 你要求的花篮和祝贺条幅 都送去了 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吗 苏菲问道 没有了 贷款怎么样了 墨小鱼问道 你妈还真是特事特办 很快 贷款批下来了 抵押贷款手续都很齐全 不会给她带来麻烦的 苏菲说道 那就好 我宁愿自己做不成生意 也不想把她牵扯进来 要是那样的话 认识我可就真的成了灾难了 墨小鱼说道 你妈有没有催着你结婚 苏菲问道 怎么了 问你们了 墨小鱼问道 看我的眼神还算是正常 毕竟我老了嘛 但是看陈婉莹的眼神 就有点那个了 问了陈婉莹好几次 到底有没有男朋友了 到最后 陈婉莹实在是受不了了 只能是承认自己 有男朋友了 苏菲说道 谁说你老了 一点都不老 还是那么性敢魅惑 墨小鱼说道 你说了不算 我都感觉自己老了 哎 我正想和你说件事呢 这里一切都进入到正轨了 贷款也下来了 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难题了 我想休息一下 回凤凰岛 苏菲说道 苏姐 我不是不想让你休息 我是担心你走了 这里就乱套了 墨小鱼说道 你让他休息也得休息 不让他休息也得休息 这是你说了不算 这个时候 陈婉宁进来说道 我相信婉宁可以胜任 再说了 有杜总在呢 我相信没问题 苏菲说道 墨小鱼见他走得这么坚决 不由地坐过去 揽住他的腰 问道 是不是有什么事 的确是有事 而且还是很大的事 你要做爸爸了 陈婉宁说道 真的 墨小鱼一下子站了起来 这么突然的反应 把三个女人都吓了一跳 你看你 一惊一乍的 小心些 陈婉宁说道 这这这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墨小鱼问道 可能有四十多天了吧 我月是没来 就测了一下 显示是怀孕了 我有点不信 又去医院查写检测了一下 确实是怀孕了 苏菲的手放在肚子上 好像已经多大了似的 太好了 那不能去岛上 岛上什么都没有 到时候万一出点是怎么办 还是在唐州或者是去香港吧 墨小鱼说道 哎 你是真的该去岛上看看 看 这是传回来的照片 在岛上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医院 医生都是从欧美请去的 医术治疗保证没问题 现在正在按照设计开发岛屿建设 到时候 那里将是著名的度假圣地 陈婉宁按着照片给墨小鱼看 看到这些建设 墨小鱼终于知道自己的钱都花在哪里了 不过她还是不放心 把苏菲一个人扔到那个岛上去 自己很多事都没做完呢 不可能跟着去照顾她 没事 你放心吧 那里还有家家呢 苏菲说道 她能照顾你吗 她连自己都难照顾吧 墨小鱼说道 小看人是吧 来 看看这是谁 苏菲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帮过来 打开邮件 让墨小鱼看一系列的照片 都是完颜柔家的 不过让墨小鱼大跌眼镜的是 她看到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完颜柔家 穿着厚重的防弹衣 背着冲锋枪 戴着墨镜 一看就是很霸气的样子 不过晒黑了许多 她疯了吧 这是干啥呢 墨小鱼问道 她在岛上闲得厉害 就加入了海岸防卫部队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同意的 怎么样 没想到吧 我看你们这是要疯啊 墨小鱼说道 不是要疯 是要找自己喜欢的事 不能老是缠着你 你的是太多了 我们要是都一直缠着你 估计你啥也干不成了 墨小鱼说道 不过 你要是走 一个人 这么远 我怎么放心 让小飞花和你一起去吧 她还没去过那里呢 墨小鱼说道 我是没问题呀 只是小飞花愿意吗 苏飞看向小飞花 问道 没事 我可以去送苏姐 待够了就回来 现在这么便利 这还不是小菜 小飞花说道 花花 我敢说 只要是你去了 就不想再回来了 天天吃海鲜 那家伙 都是三四斤的龙虾呀 陈婉莹说道 真的 那我去 我不回来了 小飞花笑笑说道 墨小鱼点点头 再说什么都不行了 苏飞执意要走 这里也太危险了 离自己最近的地方 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那些人是盯着自己的 所以苏飞走了也好 行 到时候把你爹也接去 教他们武术 墨小鱼白了他一眼说道 由小飞花教他们就够了 陈婉莹说道 你不能待很长时间 我这边还有很多事要你做呢 你得回来帮我 墨小鱼看着小飞花说道 呵呵 这么看来我还是蛮重要的吗 小飞花得意之情 异于言表 墨小鱼没再理会他 问苏飞道 打算什么时候走 这几天我收拾一下 和晚营交接一下就走 放心 我不会说走就走的 最少这边的事都处理好了 我才会离开的 不会扔给你个烂摊子就走的 苏飞说道 苏飞的意外怀孕 让墨小鱼很高兴 她一直都在担心自己的身体 因为她的身体里毒素太多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后代 池田之鹰那里 没有什么好消息 墨小鱼联系了她几次 都是一般性的例行问候 并没有说到孩子的事 墨小鱼也不想过多地问到孩子 以免让池田之鹰觉得 可以利用孩子做文章 所以她一直都是很克制的 此时 墨小鱼正在和几个女人 一起讨论着未来的事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 总会有事会打乱这一切 美好的东西总是脆弱的 就像是人的梦想一样 墨小鱼的手机响了 是故意一打来的 墨小鱼的脸色一变 掏出手机进了里面的卧室 接电话去了 依依 怎么了 墨小鱼问道 有人又想到这个院子里来了 看来是想救雨田爱的 不过就雨田爱现在的样子 他们就不走的 倒是有可能杀了她 顾依依小声说道 你能应付吗 墨小鱼担心地问道 我保全自己没问题 但是雨田爱我不敢保证 实在不行 我可以从地道里逃走 但是雨田爱走不动 她也进不去 顾依依说道 听我说 首先 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其次 如果可能 你再试着保全雨田爱 实在不行 就放弃吧 你是第一位的 明白了吗 墨小鱼说道 阿哥 我知道了 处理完这些人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嗯 记住 放进来 你不要出去 小心他们的枪 墨小鱼说道 我知道 我就在屋里等他们 顾依依说道 此时 小飞花走了进来 墨小鱼也恰好打完了电话 问道 有事要我去做吗 是不是依依那里有危险了 不用了 你现在去也晚了 那里她能应付 墨小鱼说道 话是这么说 但是墨小鱼依然是有些担心的 依依还是太年轻了 上次出去 差点被枪打中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了 顾依依此时倒是不担心了 躲在门后面 吹着唇边的树叶 现在是白天 如果来的人都被自己杀死在院子里 她怕被人发现 也怕他们的人躲在远处拍摄 所以 她并未惊动院子里的蛊虫 而是想等着这些人 进到屋子里来再说 古树的东西跪在神秘 一旦自己的这些法术 被人拍下来 他们就会研究 怎么对付这些东西 到那时 自己的神秘性没了 威力也就丧失了一大半 你说 他们是来杀你的 还是来救你的 到了这个时候了 顾依依还不忘和羽田爱打赌呢 这还用说 他们一定是来救我的 顾依依 这次你要是放了我 我发誓 一辈子都不会与你为敌 见了你我都绕着走 羽田爱还在做顾依依的工作 因为即便是有人来救自己 可是顾依依完全有能力 在这些人进来之前 把自己杀了 对于顾依依的恐惧 胜过了 她对任何人的恐惧 可是 阿哥说 一定要把你留下 还要把你保护好 我打赌 这些人是来杀你的 不信咱走着瞧 你自己可以试试 我在里面屋里等你 他们到了 顾依依说完 小心地进了里面黑洞洞的房间里 而在外间的地上 躺着身体臃肿肥大的羽田爱 门被缓缓推开了 进来的是俩个人 他们手里举着枪 在他们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人 也是端着枪 门开了 他们看到的是在地上躺着一个诸美人 他们已经完全认不出来 这是谁了 是 石田先生让你们来救我的吗 羽田爱声音微弱 但是他的声音没有变多少 还是那个样子 于 羽田小姐 是 是你吗 三人一愣 问道 是我 你们是来救我的吗 羽田爱再次确认道 你 你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 三人中其中一人 就是逃跑的狙击手 他是和羽田爱见过面底 他知道羽田爱原来是啥样子 还在内心里对他一赢过 可是现在这样子 这哪是羽田爱啊 这简直就是一头猪嘛 我 我中毒了 带我走 带我走吧 我还有用 我还能为石田先生服务 羽田爱使足了力气 想要打动这些人的心 那个狙击手站起来 说道 我们是奉命来救你的 但是半路又接到了石田先生的命令 救援改为刺杀 没说原因 对不起 你说什么 你说石田先生要杀我吗 羽田爱急问道 而且眼睛里 浸满了泪水 没有被降头控制的羽田爱的心 还是倾向于日本人的 而躲在地道口 随时准备逃跑的顾依依 听着这些鬼子机里呱啦的 不明白什么意思 当他正想催动蛊虫 将这些家伙消灭时 愕然间听到了羽田爱用中文大喊道 为什么 为什么要杀我 为什么 顾依依一愣 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羽田爱在向自己示警 这是要自己救他 于是 在这个没有窗户的黑洞洞的房间里 一种轻微可查的动静 让外面的三人一下子警惕起来 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以为现在是白天 所以 根本没有带手电筒来 以至于他们听到里间的响动后 不得不慢慢靠近 此时 有个比较聪明的家伙 打开了手机上的手电筒 但是看到的情景 却让他们再无思考的可能了 目光所及之处 足足有半米深黑压压的虫子 这可能是他们 这辈子 见过虫子最多的一次了 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其他的了 虫子如潮水般扑面而来 好像是泻闸的洪水一样 开始时 在最后面的那个狙击手还问道 怎么了 什么声音 前面的人怪叫一声掉头要跑 可是怎么可能跑掉 在故依依无声的口哨催动下 这些虫子在这个房间里沸腾起来 呼的一下冲到了外间里 请客间把外间的三个人都包裹了起来 还有更多的虫子冲出了房门向外面爬去 而令人称奇的是 在外间的羽田爱身上 一只虫子都没有 这三人还来不及惨叫 就已经被虫子吃掉了 看着刚刚还和自己说话的同胞 转眼间就成了几根带着血肉的白骨 羽田爱感到不寒而栗 但是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知道 自己暂时是死不了了 打赌我就没有输过 怎么样 要不是我救你 你现在都成了枪下亡魂了吧 顾依依走到羽田爱跟前 手里拿着剪刀的枪 在羽田爱的头上点着 问道 谢谢 羽田爱难得地说了一句谢谢 光一句谢谢就完事了 顾依依问道 我都成这样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羽田爱愤懵地说道 其实我知道 你的内心里还是不服气的 以为我这个小丫头骗子好欺负 对不对 羽田爱苦笑不得 她哪里好欺负了 一直都是她在欺负自己好吧 可是看着这个喜怒无常的小丫头 她再也不敢得罪她了 就连说话都得顺着她的意思来 你的心里现在是不是很痛苦 觉得自己为你的老竹子卖命那么多年 到头来却来要你的命 是不是感到很委屈 顾依依问道 没有 这都是我自找的 羽田爱说道 这是你自找的没错 不过 我可以让你忘掉这一切 觉得自己是一个全新的人 怎么样 顾依依又道道 羽田爱一愣 问道 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 自己背叛了同胞 而同胞不讲情谊 又要来杀你 你不痛苦 我不信 我有一种方法 可以解除你的痛苦 让你忘记自己是谁 把自己换成一个全新的自己 好不好 顾依依问道 羽田爱虽然一听就知道她没安好心 但是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根本无力对她的建议 做任何的反对 可是她有反对的意念 看着顾依依问道 你是想把我变成一个傻子吗 不 你还是一个很很聪明的女人 我阿哥 怎么会喜欢一个傻子呢 除了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之外 你脑子里的其他东西都不会变 但是这笔降头还厉害 降头还需要唤醒 这种方法就不用了 你从此 就是一个全新的羽田爱 你甚至可以取一个中国的名字 那样说不定 阿哥会更加地喜欢你呢 顾依依笑眯眯地说道 是不是我反对 也没有意义 羽田爱问道 顾依依点点头 说道 你要是反对呢 会痛苦一些 你身体里的重毒 也会因为你的反对 好得慢一些 你要是顺从我 这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了 顾依依 我就知道 你不会放过我 说吧 你要怎么做 顾依天爱恨的牙根痒痒 记载 凡是和巫师签署 巫灵协议的人 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灵魂 卖给了巫师 巫师就是你的主人 巫师的一切指令 都是最高命令 因为你的灵魂都是巫师的 巫师有权随时收回 这就是巫灵协议 顾依依说道 你干脆说 把我变成了你的奴隶 不就完了吗 宇天爱说道 没错 而且我可以转卖 我把你的灵魂卖给谁 你就是谁的奴隶了 巫灵协议是不是很刺激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顾依依说道 这么说来 你还是把我当作试验品了 宇天爱怒道 你能活着 已经算是不错了 要不是看你对阿哥还有点用 你以为我会费尽力气救你吗 没用的人 我是不会浪费我的时间的 再说了 关于乌灵协议这事 阿哥也不知道 因为我怕他舍不得你 只能是做完再说了 酱头都能解掉 我看你是不是 也能把这乌灵协议化解掉 顾依依说道 他对自己给宇天爱下的酱头被破解 可以说是耿耿于怀 因为这时 他被墨小鱼说了几句 感觉自己没能帮着阿哥做好事 还险些耽误了墨小鱼的事 而感到很内疚 所以一直憋着一口气呢 这下好了 可以把这口气都撒在宇田爱头上了 今天是梅家菜新店开业的日子 一大早这里就开始喜气洋洋的 开始了各种布置 而此时在梅云云的家里 墨小鱼坐在沙发上 看着不断从屋里换好衣服走出来的梅云云 争得墨小鱼的同意 梅云云今天可以穿旗袍出席自己的开业仪式 建于墨小鱼的促进很大 梅云云选的几款旗袍都是比较保守的 开叉不是很高的那种 这一件怎么样 梅云云走出来后站在墨小鱼的面前 问道 嗯 看着还不错 我看看侧面 墨小鱼说道 一听见墨小鱼要看侧面 梅云云知道这件衣服又报销了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开叉太高了 哇 你要是做个弯腰的动作 这屁股都露出来了 不行 不行 太性感了 不装重 这些衣服以后只能是穿给我看 不许穿出去 听到梅 墨小鱼说道 梅云云走过来 身体一歪 倒在了墨小鱼的大腿上 不具墨小鱼的手 已经伸进了旗袍里 在墨小鱼的耳边逆声道 好好 只穿给你看 行了吧 我还定做了几件更加性感的旗袍呢 以后只要你在我这里 我就穿 好吧 但是今天我们还要去举办开业仪式呢 怎么办 嗯 我能给你一个重肯的建议吗 墨小鱼说道 好 你说 我都听你的 梅云云说道 其实吧 你什么时候都能穿旗袍 但是唯独今天不行 你想啊 今天你的那些李仪小姐都是穿着旗袍的 你这个老板也穿着旗袍 别人一看还以为你是李仪小姐呢 所以 我的建议是 不穿旗袍了 你还能没有别的衣服了 墨小鱼问道 梅云云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说道 嗯 你说的也是 我怎么没早点想到这一点呢 现在买那种套装也来不及了吧 墨小鱼想了想 说道 的确是来不及了 这样吧 你换好衣服跟我走 我帮你去找衣服穿 梅云云不知道墨小鱼带她去哪里借衣服 问她也不说 只能是任由墨小鱼开车 带着自己出去了 墨小鱼带她直奔唐州大酒店 去找苏菲和陈婉云借衣服去了 这俩个女人的穿衣风格都是很有品味的 尤其是陈婉云 身材和梅云云相差无几 这里有卖衣服的 下了车 梅云云一看 这不是唐州大酒店吗 你跟我走就是了 我保证能找到合适你的衣服 墨小鱼说道 陈婉云和苏菲正在进行工作交接 墨小鱼带着梅云云推门进来了 这不是梅老板吗 不用亲自来请 我们待会就过去了 苏菲还以为梅云云是来亲自请他们的呢 她是来借衣服的 婉云 你去把你的套装找出来几套 给她试试 借一下穿穿 墨小鱼说道 陈婉云看看梅云云 说道 我记得梅老板最喜欢穿旗袍的 那可是梅家菜的标志 怎么就 要换风格呀 她嫌我的衣服太性感了 我一直都是穿旗袍的 但是她看不惯 我又来不及买衣服了 所以只能是找姐姐借一身衣服穿了 梅云云看了看旁边的墨小鱼说道 嗯 看来这是到手了 男人嘛 没到手时恨不得你不穿衣服 到手了后恨不得春夏秋冬都穿着棉袄棉裤 对吧 墨先生 陈婉云看了看墨小鱼 讽刺道 这话说的 好像我很小气似的 她的旗袍开插太高了 而且 她干的是饭店 来吃饭的人什么人没有 万一哪天我不在她身边 这不是怕出事吗 墨小鱼不承认自己小心眼 说道 好吧 都是你有礼 没老板 走 跟着我去选衣服吧 咱俩差不多 应该有你穿的衣服 陈婉云说道 陈婉云走后 苏菲看着墨小鱼笑 笑得墨小鱼都觉得不好 不好意思了 怎么 你对她不放心吗 苏菲问道 不是 我只是怕出事 现在很多都是激情犯罪 我又不在她的身边 出来进去 都是她自己 还是饭店的老板 整天在饭店里晃悠 穿那么性感 有啥好处 墨小鱼说道 说得也是 那你放心我吗 苏菲微笑着说道 墨小鱼走过去 拦住苏菲的头 低声说道 还她妈 你就不要再讨厌我了 好吧 我一有时间就去岛上找你 在岛上等着我 好 你说话可要算话 你要是不去 我们娘们可就不要你了 苏菲和墨小鱼亲吻着 喘气逐渐地粗重 让墨小鱼都感觉把持不住了 但是此时苏菲一把把墨小鱼给推开了 不行 你再这样 我都忍不住了 可不能再干这么危险的事了 可是此时墨小鱼却被吊上胃口来了 看着美艳的苏菲 却不能吃 待会再来两个 到底吃谁呢 所以这叫一个难受啊 好在不多一会 陈婉莹带着梅云云走了进来 看着墨小鱼的样子 怪怪地问道 你怎么了这是 眼睛都直了 我没有这么好看吗 墨小鱼笑笑 没说话 因为此时墨小鱼看梅云云 好像是另外一个陈婉莹 穿着陈婉莹的衣服 干练的尽头就出来了 嗯 这就好多了 走吧 时间快到了 你这个老板不再不好 墨小鱼说道 临走出门时 墨小鱼又回过头来 在陈婉莹的耳边说道 苏菲走了 我看你和梅云云更配了 你怎会不会 zombie 我看你把梅云云执行 乱得了 横大鱼 我看你会带我 来谈一道 你看你 你生意 好